大家知道阿富汗短短十一日之內 美軍撤退 遲遲變成敗退 在香港、台灣 大部份人看了這個新聞之後 自然會想起台灣前途如何 很多人說昨天的越南 今日的阿富汗 明天的台灣 有一個台灣名嘴 邱毅總結了六個討論議題 第一個就是美國真的不可靠 美國大腿抱了半天 巨額保費也繳了 買了一些垃圾軍備 美國說不管就撤手不管 其次立刻變成棄子 1975年的西貢 2011年的夏布爾 下一個會不會是台北 極大可能是 這個不會 因為 美國是台北沒有駐軍 不可以駐軍 所以不會出現同樣事情 所以 不會再有西貢重現 第二個議題就是 台軍的戰力比阿富汗 如何如何比較 大部份人心裡都清楚 阿富汗政府軍有三十幾萬人 美國用了二十年打造而成 美國的裝備、美國的訓練 但一交鋒就潰敗 其實沒有交鋒 自動舉手投降 台灣人數、裝備、訓練、士氣 比阿富汗政府軍更加不如 能打嗎 第三個議論就是 大陸解放台灣要多久 現在 塔利班解闊阿富汗 還有十一天 解放軍 比起塔利班自然更強 台軍比起阿富汗更弱 阿富汗變天 只是一個星期多些 十一天 如果台灣真的打起來 大約兩、三天就完成了 可能不用兩、三天 可能幾個小時就完成了 怪不得馬英九就說 首戰即中戰 一接觸就完結了 真是內行的老實話 第四種議題就是 國民黨還要親美、微美嗎 國民黨正在選新的黨主席 兩個人 江啟臣和朱立倫 在說 誰比較得到美國的清水 不覺得很好笑嗎 第五個議論就是 民進黨正在面臨末日的危機 撈錢、搶錢應該會更加厲害了 阿富汗如此不堪一擊 台灣就更加慘了 執政黨很多人已經被列為 台獨的頑固分子 還不趁著現在 聚簾一些錢財準備逃亡嗎 大陸的議論就是 大陸在什麼時候 會有所行動 明眼都知道 大陸已經做好了統一的準備 只是在等機會 現在美國的子老夫形象已經盡顯了 會不會加速大陸解放台灣的腳步呢 這篇文章 我會把接鏈放在描述裡 大家可以跳過去看 老夫覺得仍然是那句 不會 中國大陸絕對 不急於解放台灣 會解放 不過不急 我們說的可能是五年十年 甚至可能是 第二個一百年來到之前的前後 才會解放台灣的未遲 所以有一段時間在這裡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大陸現在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搞好民生 中國現在的民生已經搞得非常好 但是仍然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知道的就是 雖然將極貧的人口消滅了 但是中國的貧窮人口 仍然有相當大的比例 農村地區之類 和城市之間的人的收入 仍然有非常大的距離 因此如果要達到一個小康社會 其實是極度需要使得 全民都進入中等收入的狀況 要進入中等收入 其實還有一段非常大的努力 要去辦 現在中國 從匯率計算 仍然只是美國經濟的大幅七成多跌 如果要追倒了跟美國的經濟一樣 可能在2030年之前做到 或者在2050年 2028年左右做到 只有2030年做到 就算做到 當它做到的時候 中國的人均收入仍然是美國的四分一左右 絕對不可以說是追得上 是一個所謂中產階級 所以最少人均收入要翻兩番 加四倍 就算中國的經濟可以保持 每一年百分之七的增長率 也要十年翻一番 翻兩番就說20年了 這個還要追倒再計 所以我們可能期望三十年左右 中國人均收入才能追到 今天美國人的收入 這個是從匯率計算 但如果是從購買來計算 可能會快些 可能快十年左右 但不然如何 我們說一二十年之後 中國的人均才能追得到 世界所說的中產階級 因此中國政府就要考慮權行兩件事 到底是盡早少人民的收入 追上去中等收入的國家 還是花時間花精力去搞台灣幾千萬人 濕濕稅是不是 二千多萬人一個小島仔 一個小省 那個省當然從台灣的經濟力量不少 但是都是一個省 所以我經常覺得 不需要這麼心急 中國大陸一定不會急於統一台灣 說完這句之後 有一個就是但是 但是當然 就是要條件 台灣真的不要搞獨立 如果有些紅線過了 它不出手就不行了 那時候我相信 一兩兩天 我剛才說幾個小時 是可笑的 到底你調兵顯像 你都要人家舉手陀 都要時間 幾天 一個星期之內 就可以搞定台灣 那時候 世界上的輿論 當然是鋪天蓋地 然後中國有一段時間 要頂著輿論 繼續做自己的事 這個是使得 中國暫時不會馬上解放台灣 但是 如果中國真的解放台灣的話 我相信這些鋪天蓋地的輿論 中國一樣可以頂得順 沒有什麼大問題 一定頂得順 所以不要說不行 只是我覺得 時機未成熟 在等待機會 但這個機會 如果有人送到上門的話 那就無費 無費浪費了 這就是我的判斷 不知道對不對 大家怎麼看呢